第四節向左門的節目時間 其實星期日剛舉辦過新民主運動的研討會裏面 其實都有不少的嘉賓 無論他是來自這個學術家 或者甚至是一些80後的社運人士 或者甚至會有香港民主運動的老大 李柱銘先生 去到分享他們自己的看法之餘 其實你都會見到 我是從一個歷史的角度去看過往 如果你從八百直選作為一個重點去看 都經歷了差不多20年的時間 似乎香港民主運動 我不敢說一事無成 但是好像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似乎我們見不到一些很明顯的很大的進步 其實在會裏面其實都帶出了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 或者我們剛才批評了很多關注民主黨裏面一些人 他們意圖用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又或者甚至他對民主那個堅持或者這個堅定 慢慢因為這個區議會議席的誘惑 或者中央政府的說話 慢慢轉軚又轉軚 或者去嘗試偷雞摩狗地去回應一些相關的質疑的話 原來其中一個港者都講到 其實在八百直選 即八百直選 即說回到差不多 是八十年代 當時一些社會團體爭取民主的時候 其實他們主張的所謂激進 是不妨於今天我們講到五區公投 譬如其中一個港者 就是 陳景輝其實都 他自己做過一些功課 就是說其實八百直選那時候 其實甚至當時 現在在建制裏面做議員那幫人 其實甚至在當時 在這個建制外 曾經都提過就是要透過一個傳聞的公投 去看看民意怎樣看這個未來香港政制發展 所以我們會說 究竟我們今時今日 譬如說反高鐵 去到這個五一六公投等等 這些東西是不是所謂激進呢 是不是所謂浪費公帑呢 還是我們會說其實很大程度上 歷史是以不同的人 不同的面貌其實不斷去重複呢 那大家如果是仍然沒有遺忘歷史的話 究竟我們看回今時今日 我們泛民裏面部分人的一些表現 會不會不單止失望 甚至是覺得很沮喪呢 我覺得很簡單 整件事就不是太過複雜的 第一就是如果你說 現在香港民主運動的目標是什麽 就是一個普選的制度 那共產黨就說了 這個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普選特首 但是他就沒有說到到底這個普選特首是什麽一回事 然後他就繼續說 2010如果普選完特首之後就可以普選立法會的意思 又沒有說到什麽叫普選 這個顯然有一個問題 我們先不要論時間表那裏 為什麽要2017、2020先 暫時不要論 為什麽呢 其實最起碼來說 如果你說2012趕不及 為什麽2016在立法會不可以先殺行普選 原因是什麽呢 因爲如果殺行普選的時候 這個特首的選舉一定受到立法會的影響 因爲2016年如果首先有了立法會是普選全部出來的 即是2016至2017年的特首的壓力非常之大 是吧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他希望是行政指導的時候 一定不會是 默默然在政制的所謂改革那裏 是那個權力的來源是很清楚地來自人民 是可以反制這個特首的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道理 好了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說回那個所謂路線圖的時候 如果任何人說我們路線圖可以不說 即是說到底將來的普選是什麽可以不說的時候 其實即是說非常之危險 就是第一 你一個參與現在這個買賣的時候 你是客觀上面將他們那個合法性肯定了 第二個就是說 不單止一般這樣將這個特區政府 或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肯定了 亦都是將他們提出來的proposal 將來提出來的不同的proposal 不同的建議是合法性 因為你開始同意一個邏輯就是說 原來普選那個真普選的界定是不很重要的時候 那就是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 那個爭取普選的運動不能夠向前發展 甚至你人家的普選定義被操縱之後 究竟你還有沒有能力再跟人說 或者討論什麼叫做普選 人家可能拿一個假普選定義來講 這個就是普選的了 你不跟我們講 如果你這樣講 喬陽講的話就非常之恐怖 第一個就是他的講話裏面 還有一個所謂我理解 我理解這個姚渡平教授的書裏面的東西 他說普選普及而平等的意義其實很簡單 或者就是指取普及不須平等的意思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 或者是很簡單 他就說 如果你是只是將普及而平等的投票權利 或者用投票來選政府 或者選立法機關的權利 是歸結於只是投票而提名而不是限制 即是沒有這個 不受普及而平等的觀點去限制的時候 這個意思就是他去篩選 這個篩選的方法是多具體的 因為喬曉陽在他講話裏就是 現在的提名委員會 即是現在800人的提名委員會 跟將來的推選委員會 是兩馬子的事 是不同的 有不難的比較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的提名委員會 雖然間是私商授受 就有22萬人選擇800個人出來 但是他那個提名的方法 就在800個人裏面拿100個 拿100個的提名 就已經可以自動參加競選了 你不能夠淘汰它 但是喬曉陽 他說不能夠比較 其實很危險的就是說 將來的提名委員會 有什麼競妙呢 就不單止他是由2005年的proposal 由1,600人組成 是降為1200人 這個是濕濕碎的 不過我指出一下 問題就是在於 根據《基本法》就是說 這個提名委員會 需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代表性去組成 然後在裡面民主決定 那意思是什麼叫民主決定 就是說 即使可能你將來是 你拿到在1,200人那裡 拿到150人的提名 但是鑑於候選人太多了 他就民主了你去 就是說這個不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所謂民主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就任由他解讀 當然如果是 其實都 剛才都講了很多關於 就是譬如說 民主黨 就是他本身 就是現在面對這樣的形勢 究竟最終是被他自己理念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都講到就是 你作為一個政黨 你其實就要 簡單來說就是 要教育你的選民 認識什麼叫民主 你才是一個有理念 或者有你的意識形態 如果有意識形態 你能夠透過政黨 讓你的選民 讓你的支持者 能夠收到 能夠支持 能夠去擁護 或者甚至一些關鍵時刻 能夠是捍衛的一個部分 但是 很大程度上 你會見到其實 如果你說 民主黨在這個功能裏面 合不合格 基本上已經是F多次 這個都是我們下一節會再講 就是其實我想講一個聖經的故事 來形容這件事 下一節我們再講聖經 好 下一節繼續 一會見